首先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然后今天给大家拍个视频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有很多网友在我的评论区和私信我 问我这个美棒到底是怎么更换的 之前的作品里面也有说过 然后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更换 在此之前 然后我先澄清一个问题 就是美棒具体的功能 它是保护热水器和吸附细菌用的 我这样说是简单的跟大家说 就是针对一些外行小白 然后他们不懂 他们这样一听就懂了 对吧 然后有很多专业的人士就在评论区喷我说 我不懂就不要瞎说 我不可能跟大家说 这个美棒它它里面有美的这个化学物品 化学作用跟那个水发生关系 然后更容易更容易就是发生关系 然后从而导致这个细菌新腐蚀这个美棒 腐蚀完了以后再腐蚀这个加热棒和内档 我觉得我觉得我不需要每一次都这样说清楚了 因为这样说说这么专业的话 其实还有更专业的 更专业的就是去摆对一下美棒的作用 很简单的大家一看就懂的 但是我每一次清洗的时候 我拍视频的时候 我只是一句话就带过了 美棒就是保护热水系用的 就是吸附细菌用的 这是我的我的一个个人的爱好 也是我个人的说话的一个习惯 请各位网友也不要喷我 说我胡乱说 说我瞎说 说我不懂就不要说 对吧 然后其实你是专业的 但是有很多小白很多小白都不懂 然后再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美棒怎么更换 我现在拿自己家里面的热水器去看一下 好 现在这台热水器就是我家里面的 然后美棒的话 都是在这个排屋口这里 只要把排屋口拆下来 拆下来以后 在更换上新的美棒就可以了 但是在更换美棒之前 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把这个地给关了 然后把这个水的开关给关了 关了以后 关了以后再把这个热水口这边 热水口这边打开 打开放气 放完气以后才可以 才可以拧开这个排屋口 更换美棒 但是有很多网友问我 这个家里面的热水器 没有这个排屋口 看不到这个排屋口 它的美棒在哪里 美棒 它的没有排屋口的美棒 但是在里面 在这个侧面拆开 抬下来拆开以后 在这个加热棒上面 也有一根美棒 是在这里面的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 美棒就是这样 更换更换的 其实很容易 也很简单 只要用合适的套筒 或者是工具 然后合适大小的套筒 就拧开 拧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 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我评论区留言 包括我之前的作品里面 也有洗衣机 自己清洗洗衣机的一些过程 还有油晕机的一些视频 然后最后的话 很感谢大家 对我的光注和体谅 我表达能力可能不太好 有需要提升 但是还是很希望大家 对我的一种